这样的一个产品 怕是很难让凯米接受吧 前段时间花了270元 买了这把拿瓦时钟年X熔灵刀 说实话 拿到手 把玩以后感觉一般 为什么这么说呢 本期视频就来看一看 包装方面做的确实挺像那么回事 很是高级的感觉 长度也挺长的 对比一下80厘米的网件包装 打开以后是泡沫的内嵌包装 内容物并不多 有一个核心材质的拿瓦时钟年纪念币 两把钥匙 燕熔灵 熔灵刀 这个配置不就跟DX豪华版一模一样吗 直接上手握了一下熔灵刀 就感觉很轻 手握的质感和DX熔灵刀基本相似 原来以为会很压手 结果这么轻 主体造型就是DX版本的改模 你看 刀柄的造型一模一样 但是棱角部分进行了重新设计 比例更加符合剧中形象 后面的偷胶还进行了填补 就是咱能填完吗 为什么这里不给它填上 结构上唯一的区别在于 由原本的拉伸刀刃 变成了拆分刀刃 侧边有按钮 解锁插拔 这设计确实延长了刀刃的长度 但是变成斧头的形态下 这里就多了一个洞 还多了一个刀刃配件 那这种设计你喜欢吗 并且这里的结合比较松 很轻松就能拔出来 所以在盒子上还有贴纸提示 请勿大力挥舞 这设计你心里真的是有B数 真的用力挥舞的话 直接变成了暗器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 整体的涂装都比较精致 大块的金属漆面 显得非常干净漂亮 就是这里的涂装断了 不走心 这种感觉就像是 能烤100分 它非要整个99分来恶意 包括燕蓉林也整体涂成了金属色 附带了两把钥匙 燕之尺U 领之尺F 其他两把在召唤器套装里面 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 多多点赞 如果点赞能过万的话 我再去充个召唤器 和老版本对比之下 这造型结构和内部芯片是一样的 所以可以兼容老版本 整体看下来 如果这么对比的话 发现这款只是DX版本的 精致涂装造型优化版 音效的玩法触发和DX版本是一样的 不过攻击音效从两种变成了三种 在插入钥匙以后 转动 还加入了剧中的台词 整体玩下来 感觉这款的设计 是真的不走心 没有去考虑玩家的需求 也没有去考虑实际的把玩体验 这样的一个产品 怕是很难让凯米接受吧 那朋友们 你们喜欢吗 好的 视频的最后 咱们来听一下音效 有了容冰刀 还有什么好怕的 我以后对你不会手下留情 你这左右摇摆的家伙到底在干什么 就会什么 还可以 你这下转就是 这下转就是 然后再说 你这下转就是 你有机会 永远 父亲希望你能看见 海底的人马上就要做到了